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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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我们请到两位贵宾来跟我们做一个跳舞 在我左手边这一边是德国的副大使 就是Vice Ambassador 也就是德国在台协会的副代表 就是Sabrina Shimik Toshara 请大家欢迎她 在我右手边的是台湾大学的杨靖棠老师 杨靖棠老师现在是行政院能源检办办公室的执行长 我们也非常高兴他今天能够来跟我们谈最新的一个发展政策 由于杨老师待会11点半要先离开 因为行政院有贵 所以我们就先请杨老师给我们大概20分钟的一个tal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请到副代表来做talk 我们再开访给大家做提问 那我们就欢迎来请 谢谢 谢谢 周教授大使 各位来宁 各位来宁 今天是应周老师的邀请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台湾能源转型跟绿能产业的发展 我的口才不是很好 所以万一有什么东西长得不太得气 请可以吃出来我们再来谈谈 那我这里很多资料是从经济部科技部可能也叫做提供 所以因为没有取得授权所以我说我请自私办台湾不要在网站上传 他们都同意但是没有书面的授权了 所以参考就好了 那今天跟各位谈的是 第一个是发展的纲要方向 然后转型的作为 然后我们在去年6月23号 曾经这个办公室 能源去检查办公室 它的背景的一些功能 它目前是在推动的 那我这里并不是讲研究 研究因为我过去曾经参与能源国家计划 那个计划是做研究 做未来的可能的方向 那今天讲的就是在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作为 那如果说等一下11点半我去找离开 那没关系我们的副职行长临主任教授 你在这个地方 所以所有的重担到时候就交为离开 那我们先讲一下整个方向 其实全世界大概都是这样的方向 只是台湾能源安全是比较重 因为我们没有很多资源 所以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要建构稳定 可负担及低风险的能源工序系统 这也是国际上永续发展目标第八项 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稳定可负担低风险 低风险当然是包括干净 洁净这个意思 但实际上另外一件事 就台湾的我们国民所得只有2万2 那我们看一下 像IEA的国家都在4万到9万之间 所以如果年轻的一代实际上都很关心自己的进状 所以我们必须在顾及这个事情 我们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们这里加一个绿色 当然所谓绿色是说对下一代的冲击 越少越好的这些科技我们叫绿色科技 所以就是绿能 我希望能带动科技创新的研发 希望有绿的产业能够出来 然后创造在地的就业机会 创造绿色成长的动能 就希望在这短短的八年能够走得出来 那我讲希望 其实我们已经在执行的执行当中 然后当然另外一个是要打造捷径能源机器 健康生活环境 在过去我们从几千块的所得到2万块所得的时候 我们太重视绿色经济 那我们的环境曾经一度非常恶化 这十年代我看河川的水 什么空气 20年前很多很多 所以这一次应该是这两个要结合起来 那我也希望说不要骗一遍 因为我们毕竟要承认我们的所得还是太少了一点 那可是环境多亏了也没有 那我常常跟某人讲说取得平衡点 因为这两个我取得中间的平衡的时候 两边都会骂我 但是被骂也是正常的 只要方向是对的就应该做 那第三个是社会公平 跨世代公平 能源 民主 正义 那这个呢其实是我在跟各位学的 因为我毕竟是理工的教授 这部分并不是很熟 所以我们也一面学 一面做 一面调整 那所以总而言之 这三个应该是调和啦 那可是台湾目前的状况 并不是那么成熟啦 所以才看到很多很激烈的争斗 譬如刚刚有提到 刚刚开始的时候说要增加贪税 要增加电价 我们都觉得这是应该的 如果电价压重地 再生能源起不来呢 可是可行吗 我是可行吗 问号 问号不表示不做呢 还在试 OK 所以再来 我再仔细再谈一下 能源安全的部分 那第一个是固定分三次能源的设置 那就是再生能源 所以才会有电业法的通过 所以所有的供电都是由台电一家来供应的 以后大家可以设电厂设在各处 这分三次里面的概念 然后呢 现在气电供升 我想法人士都会把气电供升 可是我们把门轮停掉 我们的电力真的是不太够 所以从下个月开始到七月 大家都会看到很多这一部分的消息 因为天气变热了 那几个大厂都在税修 能有税修啦 所以会有供电的问题 所以气电供升 原来气电供升是不错的想法啦 现在就可能有点点差吧 然后 所以这时候 藉由区域能源供需平衡 能源有效应用 然后能够提高尖锋的供电能力 东西多样稳定 这是第一项 那第二项呢 要全面需求面 要强化节能的部分 那当然产业结构的诱化 其实社会院的老师都提过了 其实不能纯做代工 可是有时候要反过来问 那我们所能耐的做代工吗 有 不是全面的啦 这是我们看到的时候 这是可以改进的部分 然后 建筑节能 我们现在也在修法 持续在修法 像我等一下赶回去 赶回行政院 在谈一些节能的做法 然后负载管理 这电网的管理 这是在需求面的做法 那系统面 系统面 目前有推一个计划 是智慧电量 在 我不知道 再几年一下 忘了 你还记得吗 就是可能是八年内 要做到三百万 负载智慧电量 全部更换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控电能了 然后 然后除能系统 除能系统 是现在全世界 技术弱的一部分 因为用米粒子电子 来除能非常贵 可是不除能 再生能源其实很难 很利用 比如说现在太阳很大 那我可能七点的时候 会非常缺电 那怎么办 把这能量存下来 那存下来 放工系的同能跟我们说 存进去一段放出来 就少了四成 存 八折 出来八折 八折 八八六十四 那还有其他损套 所以除能是 尤其是大电网的除能 是全世界在努力的目标 然后据一点 又有点病 是系统面的整个而已 所以电力标准模式 这是什么 同时也要考量到环保 然后就是整个要智慧化 这是目前 这是为了达到能源安全 有一些做法 然后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 那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说 我们把全国的枢纽 国大建设的绿能 移到沙路 高亭站 以高亭站下海就到了 整块绿地 在这个地方 绿能原地 我们是希望培养在地的绿能基数 在那边有一个适量产的基地 那旁边一小时的车厂 有三十个园区的土地 园区土地都有使用的空间 然后希望在那边 把产业技术建起来 但最重要的是人才 那我是在三个世纪很久的很久以前 选能源 第二次能源危机 国势是能源的 回来以后 就后来没有 就是油价一降低 然后人才就断层了 又没有需要 所以中间人都跑到其他领域去 所以技术可能没有人才的重要 所以这两个是绿能产业的很重要的地方 然后区域特性反应在地化的特色 比如说在南部太阳光电就设得多一点 因为在我们在桃园设一个太阳光电厂 跟在高雄设的电力就差了三分之一 因为日照还是有差的 所以在地的话 然后绿色就业 本国的产业 这是经济的部分 那像我个人 我个人当然很希望大家薪水 硕士提供不要只有三万五 最好是五万五 最好是这样 因为有的钱还能够施展你一项一项 没有钱只会三餐愁 所以这个我是工学院的 当然钱看得比较重一件 可是当然这一件也是 因为我是向下长大的 我们也有经历到环境的变迁 水是从可以游泳 可以看到鱼的地方变成酱油色 现在又可以看到鱼了 那空气不是没有那么快恢复 但是如果只是 一样刚刚只是追求经济 不管环境的时候不对 可是如果就是为了环境 然后就把静静停下来 我想这也不是大家乐见的 当然这都难是难 再找一个平衡点 非常难的 那我以前 可能跟各位一样 我怨言很多 所以在去年四月的时候 就台大几个教授说 你平常话那么多 现在交给你做做看好不好 我这句话就不能拒绝 我想那个林泽郎老师代表演四分之后 好吧 那现在有些主导权交给你平常做 他可以把一击 五几支也要做的 我们现在确实是五几支 所以我现在不做 我薪水还是台大给的 台大使用我的不肯拒绝 OK 然后再来就是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它 我刚刚讲到的能源价格的合理化 跟税制 就注意一下 所以我要把它综合一下 就是这几个我们希望的共同发展 就不要只是发展一下 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呢 205非核家圆 刚刚我们会说 这个有很多正义 可是民进党的政府 他是用这个当政策 这个大部分人支持 所以这样决定了 那就这样做吧 比如说民主程序应该是这样 那讲这一句话我要声明 我不是民进党员 可是就是整个民主程序 我也没有让他去嗨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非常难 刚刚有几位先进也提到了 可是可以做做看 那我想讲多少算多少 提醒我就是 那所以目前再生能源 那所以目前再生能源 我这里讲是发电的占比 发电的占比是20% 那个白哲林是写的清净净 强化定完我们定要净净 所以我们就靠着要提升 把它提升到20% 目前大部分都是水利 所以能不能就同时 把产业给建起来 吸引外资 吸引他们的技术进来 同时把产业保健 然后我们也把绿能的比例提上来 这是全世界也在走的方向 我是认同走绿能这是正确的方向 但是时间表那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事 然后再来刚刚讲到沙伦 这里有成立一个联合研究中心 做的必须跟产业相关的 而且大概要三五年能够上市 18年能上市 在这里都不会 现在进行中 然后经济部是负责示范场域 两个要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当然就说有这四个主轴 这四个主轴我们希望有些地基产业 如果整个政策是这样走 然后目标就是刚刚讲的 一个是能源的转型 另外一个是绿能产业新鲜技术产业 除了电子产业还多一个绿能产业 这是让国长子伦老师 就跟我们愿意去做事的 这个动机的 那这一张是目前正在做的 我们从第一个强化能源设置 先以这个为目标 所以现在有设了太阳光电两年的推动方案 那有智慧电网 那智慧电标的 然后新建电一栋 应该是最近就会推出来 你报纸上就会看到 现在还有一些细节还在谈 还有风力发电四年的推动方案 那这个是目前是 我碰到的是环团 环团有一些对环境的这种关切 所以这也是倾庭在倾注的 我本来是去年九月要亏 我们现在持续在沟通 没有说反传不对 也没有说我们不对 但是在找平衡电 就目前沟通的方法 目前我看到的还不错 就是大家都可以慢慢寻求一些构式 然后后面还推一些 但是我们办公室当时做的是法规 法规很多问题 还涂地的取得电网的简直 大家大概不知道 台电给我的一个数字 是说从发电厂 然后拉到变电站 一公里的线 然后花一亿台币 建了一个线 包括土地区都让人家一亿台币 蛮贵的 还有顿购制度大家都知道 像太阳光天 我们一度用五块钱买下来 我这种电费是三块 其实政府是补贴两块 如果发20GW是4000亿 那目的是什么 是把产业拉起来 让公司的便利 还有金属的设施 比如说码头 做风电要有码头 我们并没有这些很好的中间码头 现在也在做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那些市场 我们能够找出立即的产业 最后还是要国际 做国际路线 所以行政院长在昨天的记者会 还有前世跟我提到 我们不是要自立产业 我们是要形成国际联盟 国际产业 不是国内产业 然后是要国外的产业 跟我们合资 甚至我们当供应店 一定要找到外销 全世界有73亿人 73、74亿人口 共这两千万 电手套国际法才能够实现 硕士毕业5万亿的薪水 然后目前盘点 比如说台湾光电要 就是魔术厂现在在做 还有这些缝击的电表 就是里面用那些市场来建议自己的产业 然后 当然我们要了解困境 还有这些战略 最后我们叫长远的地方 就是科技的创新 这里是短期的 就是当审剧 最后在沙伦城里的中心 就是做长远创行的部分 这是所有的家伙 如果时间到就可以下来了 好 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现在是所有的分工 经济部 台电 环保署 消防部 农合会 还有地方政府 每个人都有完 那我在去年 找我跟子伦老师去帮忙的时候 其实很多部会 它之间的壁垒 不太容易打通 它有它的立场 为了谨责 它就很坚重自己的立场 可是要施政的话 必须从上头一直到营重 这才是完成的施政 所以那时候就成立一个 行政院成立一个 能源技检查办公室 当然它最重要是所有的政策 都在这个地方形成 然后目前 这九个月来 都是跨部位的沟通 譬如说 雨月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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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月屏不长 但我们接手的时候 前面停了四年 一直政治不休 后来 我们上来以后 就想办法找大家 有时候 不只给萝卜 也有很多事用到棍子 那一路呢 大概三个月 大概同了 那我们现在这一罐一罐再捅 就把部位都弄完 这样才能够一朝龙到宇宙上去 那这里设了两个召集人 上面是院长 院长是司徒官 然后 这里 我是指员长 指伦老师是政治系的 他跟班团的沟通 很畅通 那目前我们有一个班团 有讲一句话 绝对不骗人 那我也跟上班长官说 我不说 不能要我说假话 因为我还是教授 我说假话 我回来怎么 面对学生 对 我没办法面对学生 所以我 我就说 我后来想说 我通常都不说假话 他说 为什么通常 我遍到什么很大的抉择的时候 那时候才说好 我不愿意说假话 所以 我们就跟社会参与平台 我们的委员有好多位 都是社会环保团体 社会公民团体的 希望在里面大家先沟通 不要有点一意孤行的那种作风 那当然我这几件事情功能 那时候你功的一些片子 就是靠大家一起来谈 那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的功能 那很可怕 我们这种共则十二个专任的 还有我们两个有专任的 做这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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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讲到太阳光电 八年后大概挂到一兆 这个应该是八九一 那社会报道就是收购的价钱 结电 结电是如我如土在做的 并不是没有在做 然后绿能科学者 这是绿能的盘店 去年刚上任的时候 是供电赤锦 每天都在看电表 然后能源发展 看钢铃 刚刚讲说能源转型 转型一定要做 OK 我这几页 然后这几个大家都熟 我特别讲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 因为这里面钱太多了 如果在国外银行赚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赚 可是我要讲 再给我拖 那个本国银行 他们会很畏惧 因为这个是新的模式 怎么怎么可以借钱出 另外写本不归呢 那外国银行是跃跃于一世 因为它钱这样 竟然出去 然后这样处理一下 就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有在做这个 还有刚刚讲燃煤电厂 燃气电厂 或是再生能源 其实有一些外部成本 也要涮进来 所以这个也是正在屁股当中 然后当然这是社会参与的平台 那等一下可以多问一下林志文教授 我就做酒给你了 那这是我们现在的再生能源 刚刚有问到 其实我们大部分是水利发电 目前2016年年底 大部分是水利发电 但是太阳光电起来了 太阳光电起来了 那在一年新增的太阳光电最多 路上路易发电 然后离岸怎么还没有呢 因为离岸还在做进行检制 然后深圳人也还在台 因为太贵了 在深圳人也我们知道 第一个是 它价格还是太贵 如果把外部成本算进去 那是一定当别人 那还算不出来 因为对 我还算不出来 所以太阳光电是设了很大的目标 二十地高挖的 但是太阳光电目前做的都是比较没有争议的地方 延夜用地 这些都不好用的地方 我们先拿来用 那后面可能就是要明智地使用一些灰色地带的土地 那供电呢 供电设的比较少 三个一定要挖成而已 因为它比较长远的目标 我们没有这个厂业不能做太阳 那可以看到说 余悦共同刚解决码头 施工船飞 威力 并往的便天站 每一项都是我们没有的经验 都在试 那各位看都有这些 我们现在就是在谈 余悦补偿权 我们就谈了四年多 然后环保现在在谈 因为很多事都在谈 然后 这次的法规 谈的事还是这么多 从第一个章盖到最后一章 我要五年大家都跑步 真的是有这么久 他现在正在改 然后像上个礼拜我们谈的是电台 这边都出来 然后这样过去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污染 我们历史产生这一点 可是没有电缆也不行 所以台南后来全部集了下两条 那有一个便天站还OK 那个二里的地方还在谈 大概也谈了五年了 还没通 这是整个海域的维发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希望最后 就是借由开始起步的这两个光电跟风电 跟其他的比较小一点的绿能产业 能够创造一些人产跟技术 然后也源源不断的细着技术出来 因为我时间不够我只能讲到这里 那我再放这些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沙伦在台南的高铁站 下来在这个地方 目前是这个样子 但是大概十月就开始动工了 三年以后大概就可以看到 但是后面能不能站得起来 其实大家一起努力 创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那我们的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第一个 其实政府现在有政策的决心 我过去八九个月一直被大家问 你是玩真的吗 我说我年纪这么大 我在玩假的也太可怜了 我会觉得我很可怜 为什么要玩假的 那我说我有问过那些长官说 是玩真的吗 是玩真的 那我们就玩了 也不是玩 就跳进去 然后我们需要学见 研发的能量跟产业结合起来 那台湾大学 每次都被骂得很惨 其实我们很好 我觉得我们很好 每次都被骂说 在象牙堂 像我们都没有在象牙堂 但是我们要怎么整合起来 现在在试 还有民众的支持 刚刚讲的 民众的支持 其实我们要 不要什么沟通 我真的不期望 比如说我一直坚持要涨店家 合理化 我不是说涨店家 合理化 不要去用税管去补贴 可是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痛 然后 产业投资的信心 像工电产业 去年六月在国外厂商 还有一些在开学会 他们都要问我说 真的吗 真的吗 那最近有13家工电产业 国外产业进来了 如果发现是完整的 有上帝大家都会进来了 然后这个占比 那20%能不能做得到 我也常常被我问 我说 拜托我才做9个月 不要这样 不要那么难开 那我推算起来是有可能 方向是正确的 那说定我只做到18% 那也是好事啊 但是说定我做到23% 那几年以后再来评断 那只要方向对着 应该做就去做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风场真的很好 可是我们的技术 中风也真的很不好 但是台湾的科学的创造努力 在全世界是很厉害的 刚刚讲说国民所得 我们排到32位 我每次都排到32 那我看欧盟那些国家 我真的是一个一个去算 就是很富有rich 但是我们再回来看 我们做这么小块的地 我们没什么资源 我们做2000万来 其实我们做到这个地步 我是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努力 而且应该是很优秀的 所以这个我还比较有信心 那我们就是想说 借着这个慢慢建起来 但是社会公平的部分 真的是要到社会系的 我刚刚还跟院长提到说 我好像一直没有培养 社群家 工程师就工程师 社科院就社科院 但是要去治理大家的事情 是要全部综合起来的 我简单讲到这里 这是我们全部得得这么多人 谢谢 谢谢楊智信长给我们 现在在几个政府部门 对于台湾能力的转型 一些宏观的发展影响 我们现在其实能源发展纲领 在2012的版本 其实只有谈到能源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典范的变现 就是说 现在最新大概这一两个礼拜 会形式出的最新的能源发展纲领 在前一场报告 那个张国会教授报告 或是我们大家共同一天 就是我们台湾到底 这个事情到底成不成熟 要怎么转型 这其实不是只有技术 这个真的是要整个社会的东西 那根据德国的经验 其实我们在上次的沙隆 有给各位报告 德国的再生能源 你如果注意去看 他们其实从1980年代 就开始推能源转型 他们的再生能源 基本上在2004是跳跃性的成长 2004的风能 跟2007的太阳能 但是他们短短在 从2004、2007到2012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再生能源占8电量 到达20% 短短从2012到最近 已经占了30% 那我们就来看台湾这个领取 台湾到底要跑得多快 所以多快的地方 就是刚刚讲的 就不只是一个技术面 可能要非常多金融面 要非常多的社会之理面 工民的参与 大家一起来 那所以我们看台湾的能源转型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我们中心的语言就是说 台湾能源转型 其实面对了一个 国境缺迟的压力 就是排碳的压力 那在排碳的另外一个是 社会需求的压力 那这里面有三个元素 一个就是 国境排碳压力 比较为能源 南药的选择 到底要走核能 再生能源 蓝煤 或再偏蓝气 第二就是 能产业的转型 就是我们有非常多 Energy Intention 就是我们有很多耗能的产业 在这时候产业的转型 第三个就是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空气努力 空气努力 所以我们现在 接下来 我们就要请到 我们德国的副大使 Seprina Schmidt-Koschela 来跟我们谈一下 德国的整个 在温室气体减量的 德国的策略跟经验 那我们欢迎您的副大使 谢谢大家